去年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突破了11亿只 年成长高达25个百分点 尽管三星仍然站稳了出货冠军宝座 不过三星的市占率呈现的是下滑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前十大品牌当中 中国大陆的智慧型手机就囊括了六个席次 成长幅度惊人 全球智慧型手机龙头三星 去年受到劲敌苹果iPhone 6 6 Plus 以及在部分中低阶陆场夹杀 尽管依然位居冠军宝座 但市占率却下滑 从前年的32.5%衰退到28% 反观中国智慧型手机 去年可以说是大放异彩的一年 全球前十大智慧机品牌中 就夺下了六个席次 包括华为 小米 库派 中芯 以及TCL等 核机出货量高达4.53亿支 占全球出货比重将近四成 闲见路场崛起速度惊人 我希望小米在五到十年时间里面 能够在智能手机领域里面 成为世界的脑袋 市场都能强劲 不止电商龙头阿里巴巴 有意抢劲 现在腾讯也传出即将跟进 根据大陆爱都news报道 腾讯近期正在测试一款 名叫天仙OS的手机系统软体 一旦发展成熟 推出自由品牌手机 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副宣承介维台北报导 五买 一八 二八 八 一八